男主小杨因为业绩垫底被公司解雇 垂头丧气的回到出租屋 却发现自己的东西全部被房东扔了出来 可怜的小杨一瞬间又失业又无家可归 就在他苦恼的闲逛时发现了橱窗里的一张明星海报 小杨十分的羡慕 人家长得又帅又有钱 不用辛苦工作也可以活下去 拿向自己出了一副硬朗的身板啥也没有 说着他准备找个临时住处 但身上的钱又不够他住酒店 就在这时他看见墙上贴的招租小广告 每个月只要20块钱 世界上竟会有这么好的事 小杨兴奋的拿着小广告去到目的地 招租的公寓叫做分享之家 小杨确认了一下地址就摁下了门铃 一个病痒痒的咳嗽男走了出来 打量了一下小杨后就把他领进了屋 还给他准备了丰富的食物 趁小杨吃得开心咳嗽男开始自我介绍 原来咳嗽男是分享之家的管理员 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个专业的厨师 接着他介绍了一下分享之家 所谓分享之家呀 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共享的 冰箱里的所有美食 衣柜里的所有名牌衣服 以及停在门口的豪车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共同分享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 不仅房租便宜 还能享受这么多好东西 小杨想也没想就答应住下来 咳嗽男接着给他介绍了一下 住在分享之家的其他人 一个近视几百度的近视哥 和一个经常通宵熬夜工作的熬夜地 两个人呢 也是一副无精打采的病泱泱模样 接着咳嗽男将小杨领进了一个房间 但是这间房好像有点小 咳嗽男又将小杨领进了 另一间更大的房间里 正好呢 这间房的主人出差去了 咳嗽男让他暂时在这间房里住下来 而这个房间的主人 正是小杨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大明星 第一天晚上小杨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睡了过去 谁知第二天早上一起来 他就不停的拉肚子 拉完肚子出来 熬夜地准备出门工作了 出门前 他递给小杨一张为他介绍的公司号码 接着将自己的电脑拿给他用 小杨十分感动呢 没想到分享之家的人这么讲义气 然而熬夜地离开的时候说了句 这都是互帮互助 问题是小杨什么也没做呀 他一脸懵逼的看着熬夜地拿给自己的电话号码 然而视力一向很好的小杨突然近视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奇怪了 近视哥几百度的近视眼睛不近视了 连咳嗽男也不再咳嗽 转手抽起了烟 但忙于工作的小杨 没有工夫研究这几人的变化 他穿上大明星的外套就出了门 今天的小杨呢格外自行帅气 走在路上女孩纷纷回头偷看他 很快小杨遇见了昔日的女同事小月 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侣 小杨主动约小月第二天一起吃饭 晚上回到家小杨发现大明星回来了 还很高兴的送给他一块劳力士 但与此同时呢 小杨的身体越发不适 第二天小杨准备出门和小月约会 没想到几个合租人将小月约到了家里 小月一来就被大明星吸引了注意力 原来让小月是大明星的粉丝 整个过程小月都没看小杨一眼 醋意横飞的小杨就纳闷了 这几个家伙是怎么知道小月的联系方式的 咳嗽男人说自己看了他的通话记录 小杨觉得自己的隐私被窥探了 十分的不爽 但是其他几人用一句话就把他的嘴堵上了 分享之家的一切都是要分享的 包括小杨的女友小月 几人一直吃到晚上终于准备休息了 小月一看时间不早了准备回家 咳嗽男几人赶紧留宿小月 小杨看大事不妙 赶紧将小月送回了家 等他回来后几人面色不善的 坐在客厅指责他自私 小杨觉得他们的做法实在过分 于是呢打算搬出分享之家 几人也丝毫不想挽留 还说现在的小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他们分享了 小杨将大明星送给自己的劳力士还给他 提着行李愤恨的走出了分享之家 但没走两步他就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原来小杨之所以能住进分享之家 是因为分享之家的人 什么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那就是健康 而小杨啊 恰巧就有他们需要的健康 当他住进分享之家开始啊 他的健康呢就被其余几人给分享了 可惜小杨明白的太晚了 此时其余几人的病痛全转移到他的身上 走着走着小杨就倒在了地上 无人问津的小杨或许就此死去 但还会有无数个小杨这样的年轻人 将前夫后继去到分享之家 这个故事来自不可思议的夏天之分享之家 讲述一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的故事 贪图便宜的时候呢 也要提防暗处的陷阱 同时也告诉我们呢 这世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分享 但爱情不可以 很多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到 但健康不可以 所以请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